英国伦敦经典车展最近在伦敦西肯辛顿的奥林匹亚展览中心登场 现场展示上百辆经典车款有如回顾汽车发展史 因此尽管门票要价高达约新台币1000元 仍旧吸引大批车迷前来近距离好好观赏 平常难得看到的经典车款 今年是Mini Cooper S问世60周年 主办单位特别集结英国摇滚天团PTO4成员 曾拥有过的Mini Cooper S合体亮相 今年也是宝石节推出911车款60周年 和雪佛兰旗舰跑车克尔维特生产70周年 现场也有主题展览 另外各大赛车比赛和车队的经典战车也是袭击目标 不时吸引车迷围观细细回味 他们过往在赛车场上的战功和故事 福德A型车等较大型的古董车款 则把时光拉回到20世纪初 汽车开始大量生产的年代 伦敦经典车展迈入第9年 现场除了各项主题展览 也举办拍卖会 为约60台古董车寻觅收藏的新主人 中央社综合报道